以後也有也許有一些資料你非得要用 非得不能轉還是這樣那你就還是知道有Hlookup 那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把它改成垂直的話 應該都知道吧 複製一下之後 把它怎麼樣 把它選擇性貼上有沒有 裡面有個什麼 轉次喔 這個應該都有用到過因為之前有同學他不知道 所以他工作的時候要把它轉個方向 真的蠻佩服的 他不知道 怎麼只好一個一個慢慢貼了我覺得很佩服 如果這樣 太辛苦了你轉字一下不就好了 對不對就馬上可以完成了 這樣子你用Vlook反數來做 OK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Vlook反數跟Hlook反數這個兩個怎麼用 我們一樣假設我今天 用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呢就是類似這樣 這個地方我們是用 LOOKUP含數做出來的 那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 用一樣的方法 就是說 這邊按右鍵 把這個界面 再複製一個 複製到這個的後面 建立一個副本 按確定 把這個改成什麼呢 本來是用那個 LOOKUP 前面再加個V 也就是說 一樣的 一樣的方法 一樣的邏輯 只是我把 LOOKUP含數 改成 Vlook含數 就是這樣子 好那怎麼改 特別注意 第一個 貼過來說 那這邊裡面的公式 Delete掉好了 我們的需求一樣 在這個編號 幫我查出 這幾個 那特別注意 那個 Vlook含數裡面 他會跟你要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檢視與參照 插入函數之後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 找到V V的話比較後面 這個按確定 他會跟你要 123 四個資料 反正填空題 然後 第一個你會發現 LOOKUP value LOOKUP value的話 特別注意喔 就是你要查的 查 編號多少 錯了 應該是上面這個 LOOKUP value 第一個 跟剛剛那一題一樣 第二個的話 是Table Table Table指的是一個 一個資料表 或者你可以叫做 對照表也可以 那這個對照表意思就是說 我要查的資料在這個範圍 這裡對不對 然後呢他在哪裡呢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哪個範圍 特別注意喔 選的時候這個Table array 不要選到欄位名稱 選的 就是欄位名稱下面 所以從A3 一直選到哪裡呢 選到 E10 這個就是我們的 對照表 不過 也是一樣 這個對照表現在指的是 在什麼呢 這一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範圍 那 同樣的這個地方能不能用名稱來代替呢 當然可以啊 對不對 只要是範圍 所以 這個地方 也可以不要是放在這裡 我可以用一個名稱定義 那定義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再到 這個地方就是 不是從選舉範圍 而是從 建 定義名稱 有沒有 那再給他一個名稱 也許叫什麼 對照表之類的 反正就是 就是給一個 給一個名稱 OK 那我們先用這個方式來做 再來的話呢 第三個叫什麼 Colon 這個COL是指的是藍 Index Number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他要查的話 特別重要 如果是用V2函數來查的話 他一定是查什麼